但是防守端我們看到目前為止他是守Robinson最好的人選 昨天我跟Barry教練聊天 他給鄭德維一個任務 給他一個模板 他希望他打得像Dreamon Green嘴綠一樣 我說欸可是嘴綠不太投籃 鄭德維會投籃 所以這點比較麻煩喔 那昨天的替捕球員也只得到了15分 這是鋼鐵人的部分 在領航員這邊的星期五當然也拿下他們本季三連敗之後的首勝 當時 從12分差現在又縮小到8分了 加康啊這個殘球有點耀滅 兩個三分球的差距 引心的依舊是領航員 好 給到Robinson 倒在地上 Jordan就回來剩下7秒鐘 Jordan要挑戰